好 我们看这一句经文 美浩金花 长行妒忌 老法师的开示 老法师开示第一点 老法师说 感应篇里面有引用 老子曰 不治事故章 不治法故有功 不治经故障 一言 天道窥隐而易迁 地道遍隐而流迁 鬼神亥隐而浮迁 千尊而光 必而不可义 君子之中也 大乙不经不乏 余夫余妇 皆未应能胜于 而找龙门排余缺 地品天成 功批万事 作功不骄不令 劳迁下事 而东征破府 足安作事 这是引用古书 引用古人的事迹来证明 后面做个结论 古语真正大胜大贤 都是从战战兢兢 临身吕伯处坐江出来 这一段也是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患的毛病 我们自己也没有呢 不可能没有 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如果真正把这个毛病消除 自己的德行就有根底 如果心里面还摆不平 必须知道我们在德行上没有根 没有本 换句话说 无论是求学修道 都是严重的障碍 总的来说 这教我们迁兮功进 要从迁进里面才能真正有成就 第二点 老法师说妒忌 妒忌者难你俱有 这是人之常情 男人 男子见人功名则度 见人富贵则度 地位接近自己 妒忌心生起来 怕别人把自己挤下去 财甚己也忌妒 这里有个总结 就是信量太小 举量偏浅首使 老法师说 信量太小 不能容忍 这都是学没有根基 学不得受用 真正学问有根基得受用 就像佛讲的 不但没有忌妒 没有傲慢 迁兮还能够修随习功能 看到财干比我高的决定 能够浪显 不会去竞争的 你做得比我好 我应当 我应当让你 权位都让给你 为什么 人民都福 社会都福 能够为众生想 为社会想 为人民想 你就会让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这是大德 这是大成就 为什么 别人的成就 就是我自己的成就 我自己不如人 居这个权位 不肯让人 害众生 你想想 因果 因果就是度第一 能让给别人 别人做得比我好 比我更有成就 就是我的成就 第三点 老法师说 在佛文里面 我们看六子谈经里面 印宗法师 为六子大师剃度 当时六大师是一个居士生 印宗大师在讲内潘经 老法师说印宗跟六子大师 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印宗当时在南方算是高声大德 信仰他的屠众不知道多少 一到六子大师之后 他给六子大师剃度 印宗是六子大师的剃度师 他知道慧能大师的德行 羞耻在他之上 剃度之后 他反过来拜六子大师为老师 为他的师父 地位 把地位让给他 让六子大师在南方叫发一切众生 有没有想想 那个成就到底是慧能的成就呢 还是印宗法师的成就 实在在的说了 从形式上看 是慧能大师的成就 从诗上来看 是印宗法师的成就 所以老法师说 印宗法师其实也是在表演 他是菩萨承演在来 他是来成就六子大师 所以没有印宗法师 就没有今天的六子大师 所以老法师说 印宗法师 绝不在慧能大师之下 这是大德 一般人做不到 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 是做不到的 世间法里面 我们也看到古时候 管仲跟包书雅 管仲的成就 其实是包书雅的成就 因为是包书雅让险 自己还不会功夫 别人替他做了 因为管仲会来做宰相 做齐国的宰相 是包书雅推荐的 本来管仲是一个患人 是个有罪之人 所以老和尚说 这个才是真正的真实成就 真正是真实的成就 佛教我们要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就是对治交慢 嫉妒这个毛病 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无论在世间法 在佛法 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 到时都不肯让 这是绝大的错误 第四 老法师说 他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 特别常常提到 四十岁以前 认真努力学习 四十岁到六十岁 应当要修佛 为生团服务 担任生团的执事 为大众服务 六十岁以后要修会 把自己的生死大事办好 充其量奖金交学 一切行政事务完整放下来 使这个生团领导层 永远年轻化 古代退休是七十岁 但是对于修道人来说 七十岁太晚 应该六十岁就退休 全心全力 办好自己的事情 也就是了生死这件事情 但是可以做传道教学 奖金自己好好的修行 要为来生着想 老法师说 要把这个位置让给其他人 让给年轻人 说这个不让的念头 这个行为就会度三五道 所谓第一门前生道多 所以老法师说 出家的意义要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涯 放下贪嗔之慢 这叫出家 出家再去迎见道场 你出了小家 结果进了一个大家 你怎么能够解脱呢 你的心怎么能够亲近呢 怎么能够以道相应呢 以上呢 是老法师鼓励我们呢 这个要效法呢 这个印宗大师 还有六子大师 印宗大师为六子大师 剃度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德行 这是真正的德行 是得到真实的利益